延续获得前市议员钱德勒的背书和支持 亚凯迪亚市议员候选人李军律师 力推竞选政见 要严厉打击犯罪 保持亚视安全 同时反对大麻生意 一方面保留住Arcadia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同时也努力发展经济 我刚刚来之前也是正在拜访选民 有也是个华裔家庭 就在我们Arcadia的大华99旁边 他在购物的时候 他的14岁的女儿在车子里边坐的 他去在里边去买点东西出来 一出来的时候 他女儿是这样子的 当时有两个劫匪 就把他们的车子就开走了 这刚刚发生没几个星期 那他女儿说 This is my car 然后就跳车下来了 你想想 他的女儿14岁的女儿 要是没有跳车下来被劫匪 也劫走的话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所以说现在一定要加强 我最近不光是在口头上说支持我们警察局 我在今年也是刚刚给我们警察局捐赠了一万美金 也是尽自己一些微薄的力量 来真正的支持我们警察的工作 那现在一定要就是说让警察这个加大力度 保持我们社区的这个治安 此外李军律师同时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调停员 可以帮助团结雅凯迪亚社区 加上他信奉孔子的中庸之道 要做温和的中间派来服务所有市民 我非常信奉我们孔子的中庸之道 说不要太极端做事情呢 不论你是做什么 你的言行不要太极端 要照顾大部分人的利益 就是中间的这个百分之八十的 八十五的这个这个这个人的 这是他们的利益 那还有一个西方的哲学家 雅里·施多德 他的有一个就是金科玉律 也就是要这个中庸之道 跟我们这个孔圣人的这个哲学是完全一样的 也是不谋而合 那我就非常信奉这样的一种一种哲学 而且呢我的政见呢 我的哲学就是说一定要这个和谐共融 所有的尔凯迪亚人都应该在尔凯迪亚 能得到这个发展 有得到平等对待的这个机会 且李军还支持加强基础设施 包含维修水管与行人道路灯 那雨水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对吧 这个是我们应该把它利用起来 而不是把它浪费掉 那我们现在尔凯迪亚呢 现在应该我觉得最紧迫的就是 开始建筑这个基础设施 就是管道了 另外一条的管道 把这个我们回收的水 以及这个雨水 都把它储存好 然后呢 夏天我们缺水的时候呢 至少可以浇花浇草 浇草坪 李俊律师表示 他自己相信科学 愿意积极寻找途径 增加城市收入 并关心老年人需求 期盼华人涌跃投票 支持他持之以恒的服务社区 回报社会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道